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老啊月老 我可是一心一意想嫁给凤鸣 我 是凤鸣哦 你千万别错点月样谱 要不然我可不理你了 如果你让我在感情上 成为一个月女的话 到时候啊 我一定会跟玉皇大帝告你的状 不过当然了 你若是能一场好事的话呢 我一定会被三声大礼来孝敬您的 一言为定 王公公啊 此时前来寒舍可是有事啊 小人奉圣命前来安抚思雨小姐 请王公公替末将夫妇向皇上请罪 将军何以如此啊 来 快快请起折杀小人了 叫三声师姓 你别养亡 你不想活哪 你不想活哪 你不不得乱 王公公 思雨是我们的独生女儿 从小我们就极力地栽培她 她也深得皇后娘娘的喜爱 怎么太子就跟娘娘不是一条心呢 这 现在思雨被太子逼得出家 住口 思雨的事与太子何干呢 你 杜将军 原本皇上是让小人来向思雨小姐说明 赐婚之事只是推迟些日子 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状况 小人定会将此事向皇上禀明 谢王公公 见过皇上 免礼 二王子 你 在毕国做客多日 可还习惯啊 还好 皇上 今日原本我打算向皇上辞行的 不过现在心中有个疑惑 想请教皇上 听闻贵国太子撕毁赐婚圣旨 都能安然无事 是不是真有此事 看来是真有此事啊 看来是真有此事啊 皇上 原以为贵国依法治国 太子犯法也会与庶民同罪 必能成为他国学习的典范 没想到啊 还不如我们呢 相信在我们那儿 我富汗必将会严惩此事 起奏皇上 小女出家是她自己的选择 与太子无关 皇上 把一个好好的姑娘都逼得出家了 这个太子啊 也该废掉了吧 娘娘娘娘 不好了 思雨小姐出家了 儿王子 此事是我朝内政 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国舅大人不必生气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该不该废太子 贵国皇上自会平叛 皇上 太子素行良善 为百姓拥戴 千万不可轻易言废 以免导致朝廷动荡 人心不安 况且 此事也是因我这个老师失职 没有教导好太子 老臣甘愿为太子受罚 冤太傅 此事 朕 会斟酌 不愿意 皇上 是得好好斟酌 不过此事 你们想瞒是已经瞒不住了 本王子可是知道 如果各国都纷纷知道了此事 到时候 不知皇上你该如何面对呀 够了 不愿意 皇上 不愿意 我也是真心替皇上着想 不想让皇上沦为各国的化名 来人 传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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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晕倒了 皇上 究竟是怎么回事 朕早上到佛堂看他 他还好好的 这会怎么就晕倒了呢 回禀皇上 是小的照顾不周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回禀皇上 娘娘虽然心脉微乱 气血较须 但一切还是上属正常 只是一时因为太子之事 气急攻心才倒置昏倒 相信经过用药之后 不日应可醒来 皇上皇上 你这个逆子 因为你的龙王任性 不止害得思雨出江 我朝也沦为他国笑柄 连你母后都为你病倒了 父皇 儿臣 你身为太子 做事这么草率鲁莽 让朕如何能放心 将国家交付于你 父皇 儿臣是有错 可是父皇下之前 也该过问儿臣的意愿吗 自古以来 儿女婚事都是由父母做主 你身为太子 理应思虑周全 尽量 命推有法 没想到你冲动蛮罕 坏事败德 尚不能匡正朝纲 成为群臣的表率 下不能孝敬父母 让百姓效法 你天为太子 皇上 皇上 朕不该听信你母后求情 以为圣旨未出宫门便可大事化小 这才导致朕 成为他国议讽的目标 朕今日若不严惩于你 何以服天下 父皇 儿臣知错 皇上 皇上 娘娘上前昏迷不醒 恳求皇上 待娘娘醒来后 再先商议成处 求皇上开恩 皇上开恩 开恩的皇上 开恩的皇上 皇上 皇上 你们两个先退下 是 是 皇上 皇上 ints 你为我受苦了 只要能助你完成大业 我一点都不觉得快 父皇似乎有意要非除太子 你再忍耐一段时间 我定会来见你回去 杏儿叩见太子殿下 杏儿叩见太子殿下 小姐 太子殿下来看您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把你害成这样 太子言重了 凭你法号了原 不是太子口中的私欲 此婚之事 都怪我没有考虑周全 让你蒙羞收入 我十分愧疚 我心中有了别人 如果还答应娶你的话 对你会很不公平 希望你看在我诚心道歉的份上 别再自哭了 还是扫日回府好吗 凭你不懂太子所言 太子还是请回去吧 佛门圣地勿扰清秀 四月 这清水怎么会变红呢 还有这河面竟然无故冒火 无蛇竟然无故坍塌 真是多事之秋啊 皇上 小人给您换了新茶 您还是先歇会儿吧 皇上 娘娘莫名昏迷这么多天 太医们到现在 也没有查出病因和药方 现在地方上纷纷传出异象 皇上 要不要问问国师 看看这些征兆 究竟是什么含义 那就 就让国师观观天象吧 是 本以为有二王子的意外助力 会逼迫皇上不得不废太子 没想到皇后娘娘会使出这一招 现在满朝温武都在地了 因为轻言费力才导致各地异象层出不群 进而 不同意废除太子的奏表天天涌入朝中 这个女人果然是老谋深算 末将还是低估了她 这都是因为父皇对她的宠爱 才会纵容她耍这些小丑伎俩 宠爱 氏 接着 他是 可是 我 不是 你们 在你的 是 是他的信任 回禀皇上 臣夜观天象 发现近日水龙困滩 天苟废月 暮月暗淡 所以才导致宫中诸室不宁 地方异象横生 因为水龙被困 无法保护暮月 以致天狗嚣张 令暮月失色 国师 你还是跟皇上解释清楚一些 皇上乃九五之尊 天上飞龙 这水龙对照的就是太子了 皇上 皇上和娘娘 有如太阳和月亮 为百姓造福 如今 星宿显现 太子落难 无法保护娘娘 所以 致娘娘 元神涣散 昏迷难行 再者 也因为水龙困滩 虽然没有战祸 却也异象平传 地方灾变 随之而兴啊 那 以国师的看法 该如何化解呢 目前 不宜提及太子费力 如此 水龙便不再受困浅滩 只要太子平安 这天下就能平静 娘娘受到水龙之户 自然就能醒来了 皇后 朕和荀儿都来看你来了 你放心吧 朕已决定 以国师所言 为弥平天下异象 不费太子拉 为此 朕还特地颁了罪己诏 解斋异训 母后还不醒来 是不是对荀儿的一枪怨怒 仍旧欲解在心 母后 母后 儿臣知错了 儿臣再也不会做出 让母后担心的事了 雪儿 你是你母后的守护绣星 由你诚心祈祷 你母后一定会化险为夷 安然醒来 不开心 你父皇 你父皇 是你母后 怎样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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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父皇 等你母后醒来啊 朕一定要抽空多地陪她 这阵子 让她烦心的事 太多了 是 儿臣应该好好孝顺母后 再不然母后 为儿臣伤心动动 你开不开 你过来 你过来 后来 朕要把父皇救兵 她的跟父母 我叫你 她的父母 我们知道父母 他由我来 可爱 我能安心吗 皇宫虽大 却无我容身之地 也许北疆 才是我的贵处吧 只要有真心相待的人陪伴着 在哪儿又有什么分别呢 你这个傻丫头果然长大了 绣会安慰人了 我希望 我能成为那个永远可以安慰你的人 但我需要偷偷 我不要搞什么 你会去 我看看 珍儿 怎么啦 对 珍儿 咱们竿竿竿竿的 她看着皇上带着凤勋 在皇后娘娘床边说话 他们一家三口奇乐融融 凤林她像个外人似的 难怪凤林的眼识里全是羡慕和落寞 我看了都替她难过 自从校会先后过世之后 凤林对亲亲温暖就少有体会 一天 皇上也想为她 于是一位无法闻 这位皇上的殷殷 你还想这位皇上 是一位皇上 有代仙女士 皇上也想了个位 皇上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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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凌就是不计对凤荀那么好 这可是事实 是啊 凤凌虽然贵为良王 但是也还是一个孤单可怜的孩子 可不是吗 太快的话 好 别觉得我 好了 我得不认识 那些不认识 的 真不认识 有点 当然 咱们 杜志安这几年虽然投效于本宫 但到底是个外姓人难免有异心 之前本宫就觉得凤麟和思雨之间并不简单 杜志安此举未免有金蝉脱鞘之险 杜志安难道会在太子和梁王之间有所摇摆 没有切实证据也不能妄加揣测 这次凤麟没有扳挡太子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本宫的厉害 皇上 臣妾的这场大病 把孩子们的婚事都给耽误了 这次凤麟和思雨暂且不提了 凤麟和岳真 皇上是不是应该尽快替他们操办了吧 我们还是再问问凤麟的意思 别又闹出像凤麟那样的事了 在臣妾的心里 其实一直非常疼爱凤麟 臣妾总是怕凤麟误会 说臣妾偏心寻耳 所以早就问过她了 她说但凭父皇母后做主就行 看来她对这桩婚事还是挺满意的 朕担心啊 临儿之前的那些荒唐事 已传入了袁太夫的耳中 她那样的素孺 最在乎品性名声 朕担心啊 这件事恐怕会颇费周折呀 那这件事 就让臣妾亲自去办吧 就算袁太傅有所顾虑 臣妾也可以劝服于她 也好 那就有劳皇后费心了 好 好 好 敢问娘娘 今日 召微臣夫妇进宫 不知有何要事 本宫是奉皇上之命 来替梁王提亲 但望袁太傅 能同意月征和麟儿的这门亲事 皇上和娘娘的好意 微臣夫妇何以客当 只是小女生性散漫 不懂规矩 实在配不上王爷 恐怕难以担当王妃重任 请娘娘见谅 袁太傅过谦了 本宫也是奉了皇上口谕 如若袁太傅不同意这门婚事 本宫不知该如何向皇上交代 太傅 太傅 凤麟九处北江 曾经由傅太傅教诲 回宫之后 父皇也曾当面训斥 凤麟一向父皇保证 一定痛改前妃 修正己过 请太傅莫要介怀 给凤麟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看见凤麟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禁篮宫外 看着皇上带着凤荀 在皇后娘娘床边说话 她们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 可凤麟她 像个外人似的 难怪凤麟的眼神里 全是羡慕和落寞 我看了都替她难过 原来她和这些心 既然皇上与娘娘如此谈爱 那就田言高攀了 太好了 本宫总算不负皇上重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爷 王府维护得还好 不需要太多修整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王爷 难道咱们真要筹备您与岳征小姐的婚礼吗 孙皇后对我几次试探 若拒绝这种婚事 她立刻就会猜到我与杜将军之间的关系 这样 我们这么多年的筹谋 也就会化为乌有 恐怕还会危及性命 更何况 我为了博得父皇的好感 入京以来我从未违背父皇的心意 这次 我怎能跟太子一样直言反对呢 王爷 如果您真觉得愧对岳征小姐的话 迎娶之后好好善待她 将来思雨小姐与她 俄皇女婴也未为不可 岳征真直可爱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干 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更何况 太父曾是我的恩师 当年我落难时 只如她在皇上面前 为我仗义之言 我不想辜负这份恩情 王爷 那怎么办 你会办事吗 今宗佛今宗佛 夫人家 真是 葫芬 请 小人求您冷静冷静 让开 哪儿都不能去 娘娘 母后 为什么会这样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岳正 为什么要这样 你喜欢岳正 可岳正喜欢的人是你皇兄 你一厢情愿母后怎么会成全 你皇兄已经回王府筹备婚礼 你不准再闹事了 我不管 我要去问个明白 站住 你还嫌闹得不够吗 前一场风波才刚平息 你又要去惹你父皇生气吗 母后已经为了你大病过一场了 难道你是要我死了你才甘心吗 你父皇为你选思雨为太子妃 是看重他品貌出众 更是看重他的家世背景 杜将军将来 杜将军将来 是可以帮你稳住江山基业的 我不要停这事 我是太子没错 可我也是男人 我只想娶了情投意合的妻子 为什么我的婚姻要这么复杂 对 你身为太子 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皇后 shave 你想 这事 avere你们感觉 她有什么心思 孙皇后 已经带我去原府提亲了 不算太意外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而且真的就是原月正 我早就说过 孙皇后一定会想办法 绝了太子对月正的心思 而我 就是她心中最好的妻子 凤临 我早就说过 孙皇后一定会想办法 你能不娶她吗 这件事情牵连甚过 不能由我推辞 凤丧 就会影响到你和你爹 如果能有 原府出门拒绝这根婚事 那就太好了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思雨 不用担心 这事我会想办法应对 殿下 月缺少爷和月正小姐到了 月正 一静 听说 你怨我皇兄要成亲了 哦 恭喜你 谢谢 哦 我皇兄 文采武略都极为出色了 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那我就祝福你们 能够幸福美满 白头泄露 谢谢你 凤勋 我真的 还希望我们能像小时候那样 开开心心地相处 我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那我先走了 对不起 凤勋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岳征喜欢的人是凤勋 早说晚说 结果不都一样 我们兄弟三人 算起来还是第一次在一起喝酒 为此我们干一杯 干杯 干 干 也是啊 八年前我们还是孩子 一转眼 我们兄弟都可以把酒言欢了 皇兄 你是因为我才去北江南 我一直都觉得很对不起你 我自罚一杯 你少客嘉议 不贵 我估计 也不贵 我们是怎样 我又 Cev 就不贵 我 阿斗 是一件很鹦鹉的事 还行 还行吧 说句实话 我挺羡慕你 你们从小呢 都能有父母的陪伴 有家人的宠爱 不像我 四孝就一个人去了北疆 说实话 我很想念这儿 尤其到了深夜里面 就特别想念家里 而且北疆战乱贫皮 生死难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见到你们和父皇了 我也是 我冒养 这就是我 尤其是 弱贫皮 你竟然不许乱贫皮 你会把我打得很厉害 你把我打着 我打出 你绝对了 你不许乱贫皮 要辱贫皮 你不许乱贫皮 可能会更幸福 我真怕保护不好岳城 辜负了他 如果岳城肯喜欢我 我一定不会让他嫁给你 好了 凤林 等你再回北疆之时 我要一同前往 我们一起共赴沙场 痛击外敌 我只能不能回来 老兄 老兄 为了岳城 我不允许你出事 我在京城 也会尽力协助你们 好 我们兄弟三人携手 已经重挫了那个二王子 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合力 一定是无往不利 功无不克 来 为了我们兄弟齐心 干杯 干杯 干 是 如果你我 不是出生于皇家 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对好兄弟 嗯 嗯 嗯 你也太偏心了吧 这么好吃的八宝真高 为什么每次只有爹过寿尘的时候才能吃到啊 难道平时不能给我们做点 你这个馋嘴猫啊 老爷 这八宝真高啊 嗯 这八宝真高啊 象征着家人和睦团圆 嗯 所以生辰的时候吃最合适 嗯 哎 夫人 替我准备一些 我给凤林送去 既然凤林与睁儿的婚事已经定下来 他就算是我们的家人了 凤林从小就缺少家人的关爱 我即将成为他的岳父 应该多去梁王府走一走 多给他讲讲圣贤诗书 也好让他修得立身 这样他才会对睁儿更好 嗯 老爷说得对 我就去准备 好 殿下 王爷还在议事 请殿下再稍等片刻 殿下已经等了很久了 魏大人 魏大人 袁太夫到了 袁大人 太子殿下 太夫 您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凤林 皇兄还在议事 我也正在等他 殿下已经等了很久了 哦 凤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需要殿下在这里苦等啊 不如我们进去找凤林 也许有什么事我们能帮上忙 要 好 走 父亲 是 王爷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 王爷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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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傅 你怎么来了 荒唐 太傅